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谈到中日两国未来在考古领域的发展前景 白云祥表示 在坚持交流与合作的同时 要在形式研究领域等方面进行创新 将中日考古界的交流扎实推进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 我们下一个50年怎么走 从考古学行来说呢 我想应该说就像中日友好是个主题一样 那么中日考古学节的交流与合作 也应该是向前发展的 我想一个是要坚持这种交流与合作 第二个呢 要创新 创新形式 创新研究领域 扩大研究范围 加强里面的交流 以便于什么呢 这个把中日考古学的交流啊 不断的扎扎实实的推向前行 当然这方面需要考古学节的努力 也需要一个大的国际环境 但是我相信啊 在这个中日双方共同努力下 中日考古学节的交流 一定会不断的开创新的局面 为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 贡献自己的力量